詞ellschaft rodvax nottcher jomil You How you doing? jako heartbreaking 歡迎大家來到第1次的GTV年會 那,所以我們今天早上的議程 是由我稍微做個開場 然後我們有一個Keynote 就是四軌的議程同時進行 你可以看到螢幕上有一個小人在移動 好 那 這個故事大家 可能蠻多人都知道 是這樣子 就是說一開始 就是我們有一個 經濟動能推升方案的廣告 然後有一個人就看了之後 非常生氣 然後就號召了一群他的朋友 一起來 做點事情 寫點程式 然後適時的給大家一些披薩 然後就一起 做出了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大家今天知道的 臨時政府 G0V 好 那 除了這些之外呢 其實因為過去一兩年來 臺灣的社會上發生蠻多 就是很有爭議心的事情 那有更多人就在思考說 怎麼樣用新的方式 新的科技 去 去改變一些事情 那所以就更多更多的人 參加了臨時政府 造成他到今天其實是 在世界上蠻 算是非常非常活躍的一個 做這樣子公民 公民行動 公民用科技 改變社會的一個 一個這樣子的社群 算是在世界上算是蠻大的 好 那這邊的數字都已經outdated了 因為我們 譬如說 Facebook可能超過十萬了 那 那 總之呢 其實 今天的重點是說 各位知道 G0V 其實是說 我們平常的政府網站是GOV 那我們想說 如果我們換了一個字母 把這個O換成0之後 它就突然變更好用了 可能上面就有 OpenAPI OpenData 然後甚至 就是我們等於做一個 Alpha版的政府 試試看 那好用的話 就直接信政府拿去用 那這個0同時也代表說 我們希望 從我們這個數位時代的角度 也就是說 我可能 譬如說我是沒有買過報紙的人 可能各位這邊很多也是 那從數位時代的角度 怎麼樣從0去思考 政府在這個時代 怎麼樣可以跟人互動 跟人民互動 好 總之經過這個 我們大概已經在 在運作兩年左右 那有蠻多的成果 可能大家 有一些都有稍微看過 那 譬如說 一開始 我們做的預算視覺化 就是把中央政府總預算 變成比較容易理解的圖樣 可以做一些grouping之類的事情 甚至還有包括 譬如說空隙污染的地圖 事實上也被 在這邊的彭博士 在主流媒體上都有引用 好 那之前發生高雄氣爆事件的時候 大家也很快的集結 用新的科技的工具 去整理最新的資訊 讓所有需要知道的人 去follow最新的資訊 那這個系統其實也在 日前在香港的這個抗疫事件 也被用來做整理各種資訊 好 那還有 包括像是 有一群人到監察院裡面 把政治現金 統統把它印出來 把它數位化 好 然後大家 用協作的方式 在網路上 把這些政治現金的明細 全部變成數位化 變成可以用 其他的方式去分析 好 這一類的project很多 那 還有 有一些 譬如說 急診看板 我們的急診 各個地方的 醫院的急診 到底有多忙 好 甚至最近的 這個食安事件之後 馬上 其實這個之前 已經做好了 就是我們所有的 進出口的統計 那我們用圖表的方式呈現 大家就可以看到 某一年開始有一些 不大一樣的變化 那接下來要選舉了 所以也有一個專案在做議員投票指南 你每一個縣市的議員 到底平常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是不是有一些工程款項的建議 這些可能大家可以去follow的事情 那我們都用清楚的方式讓它呈現出來 那在今年其實 我們蠻多事情都是在 就是用web的形式 用網站的形式呈現一些資訊 那今年其實在 318的事件的時候呢 也有一群人跨出了這個虛擬的世界 到現實去 步上網路線 去做直播 去做很多很多 我們希望可以讓更多事情更透明的一些事情 講了這麼多 大家好像覺得 好像有點希望蠻high的 可以馬上再做一些改變 可是我想要在這個兩年的時間回頭來問說 我們到底有沒有造成任何的改變 因為我們希望可能有一個更好的 更能夠參與的政府 更開放的政府 那我們達到那個目標嗎 OK 或是說這是我們的目標嗎 那我想我們回頭去想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覺得 我們其實達成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少 我們做了一些很好的服務 那可是我們實際上有造成的改變 非常非常的少 大概是多少呢 其實大概跟這個問號差不多大 好 那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在這邊 因為我們今天其實有各個 不同的領域的朋友 有資訊背景的 有政府單位的 有NGO的 然後有很多國外的先進 他們做很多類似的事情 那就是為什麼今天我們在這邊希望 分 彼此分享 學習 交流 那看我們能夠怎麼樣踏出下一步 好 那交流的第一步其實很重要 就是說大家要認識彼此是誰 好 所以我想請各位找到你座位前後左右 一位你還不認識的朋友 跟他說嗨 然後說你是誰 你在做什麼 對啊 我可說 好嗎 可以找到你座位前後 可以找到你座位前後 你可不知 然後說嗨 希望今天在这个精彩议程之后 大家还可以跟新认识的朋友继续的交流 但是其实我们要开始交流除了认识之外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看来大家欲罢不能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除了我们认识之外 我们很多人的立场可能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情况下 彼此大家还能够交流达成共识 甚至迈出下一步 那这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对彼此 不管是什么样的背景 什么样的身份 性别 年龄 都非常的尊重 所以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最下面有一个与会守折 Call of Conduct 那请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稍微就是遵守一下 这个里面提到的一些事情 基本上就是不要去攻击别人 不要去骚扰别人 然后就是这样子而已 好 那其实今天我们所有的四个议程 都会在线上直播 然后大家可能也会在社群媒体上面 分享相关的讯息 所以请大家用这个 Hashtag G0V Summit这个 Hashtag 那如果你要分享照片啊 感想啊 心得之外 这样子大家才能够找得到 好 那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 我们有一个Hack Folder去 让大家对每一个议程 都做同时的共笔 然后或是及时的讨论 好 那网址就在这边 Bitly slash G0V Summit 2014 So we have a shared hack folder that you can use to have shared notes and the URL is Bitly slash G0V Summit 2014 那今天我们议程呢 其实非常非常丰富 看了 我觉得非常非常难选择 我们有八大主题 一共大概29场演讲 那我们的讲师 一共来自9个国家 那今天所有参与的会众 大概有600个人 那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的这个场地 大家目前在的这一个 叫做国际会议厅 那我的右手边 就是各位的左手边 是第二会议室 那这一边 就是各位的右手边 是第一会议室 然后后面有一个远距会议室 是第三个 就我们当作第三会议室就对了 那各位如果已经有 从后面取得同步口译的话 也请最后给我们的 口译人员一些鼓励 那其实除了耳机之外 因为耳机只有 这个国际会议厅有 那其他的房间 就是第一会议室 跟第二会议室 是使用网络的方式 做即时的口译 所以你必须要有电脑 或者是手机之类的 然后需要耳机来使用 那所以详细的说明 可以在刚才这个 议程共笔上面 可以看得到 然后口译的网址是 i.summit.gov0.tw 好 那重要的是 我们今天的压轴 其实是各位 觉得大家可以报名 一个闪电秀 就是每个人只有五分钟的时间 上台present 时间到萤幕就会被拔掉 那这个 这个是通常是会议的最高潮 那这个 我们的报名 大概是从下午的一点开始 在各位的左手边 就是讲者休息室外面 会有一个 让大家去写 只有十个名额 所以先讲先议 好 那明天的话 其实这边有一些朋友 有报名明天的开放工作 on-conference 那这个是更 就是说所有的议程 都是由参与的人决定的 所以我们称为 自由提案示范区 那在三楼的这个 走到后面 是我们的提案区 所以明天如果有参加的朋友 可以到那边拿一张纸 写上你的idea 你想要讨论什么主题 然后大家明天就会 根据这样的主题 一起去讨论 so the on-conference is at the corridor behind us if you are attending the on-conference tomorrow you can start puting notes or like puting topics that you want to discuss tomorrow over there 好 那明天的这个 on-conference的开场呢 是 Clay Shirk教授 那他是 两本 还蛮有名的书的作者 包括 《湘民都来了》 还有下班时间 扭转未来 Cogniz Surplus 这两本书的作者 那所以明天我们会请他开场 那没有参加的朋友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会有线上直播 那他的演讲非常非常精彩 各位可以在TED Talk上面看到 还蛮多的演讲 那今天这个活动 其实要非常非常感谢 我们的合作伙伴 包括新竹物流 经济部工业局的 Open Data的 推动应用专案 Microsoft Azure 还有天气风险 网络行动科技 KKBOX E2 还有来自美国的 Sunline Foundation 跟世界各地的 Populous 然后还有我们的 经济民主联合 那同时还有其他合作伙伴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会议 非常的丰富 那我们合作伙伴的支援 包括Tech News CLBC在休息区 狼茶会提供各位茶饮 然后CPR 坚路组 确保大家的网路会通 然后TouterBC 包括给大家的这个耳机 那今天活动是由社会所 中间社会所和开放文化基金 会共同一起主办 那接下来 我们就不浪费时间 要让我介绍 我们今天的这个开场的Keynote 那